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求阴影三角形的面积 阴影部分三角形面积有多大呢 一起来看看吧 好神奇 首先 应对性的图形 咱们要做一点点辅助线 辅助线到哪去做呢 哎 面积唯一的正六边形 我知道每个正六边形有啥用 它的边场我知道吗 不知道 它的别人呢 更不知道 一般来说 正六边形在咱们小学里面出过 有一个算一个 只要告诉你正六边形的面积 基本上都是要用一种方法 就是面积分割 因为正六边形知道面积以后 边场啊 什么角度啊 匆匆都瞧不出来 或者说不搭界 所以在这 把正六边形这样 按这角线平衡成为六百三角形 往往会找到这条题目 分割的机甲做法 那咱们来看看 这条题怎么完成 首先做幅度线 瞧着瞧着咱们完成的是 向外做幅度线的过程 来看 圆图扩展成一个大正三角形 那接下来呢 我很容易就会画出来 它都是正三角形 ABC是正三角形 不用多说 那接下来整个呢 图形呢 也是个正三角形 而且如果我以这样的三角形 作为一份 能看到吗 三角形AHO作为一份的话 整个大三角形是可以严丝合缝的 画分为若干份的 来 咱们一起数一数 首先在这个地方 这样一画 这样一连 再这样一连 大概我就可以数清楚 来 看看这个角 这儿有一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六份 按这样的分割方法下去 整个图都可以分成份 但是我不想数那么多了 我来观察一下 你看 这儿的编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可以平分成七份小正三角形的编长 对吧 那下来 设正的图形编长为A 那整个的编长都是4A A G F A G F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三角形是4A 好 那就很容易看出来 接下来的部分 整个的编长就是7A 数材它的编长是7份之后 那下来算一算分的面积 面积是多少呢 面积为三位小正三角形面积的 是7倍吗 不是 刚才说过 这个大三角形和小三角形之间 面积倍数是编长倍数的平方 对吧 编长是7倍 面积应该是77 49倍 所以在这个地方 49倍 而一个正六边形 是由六个三位小正三角形组成的 一个正六边形把它分割 一分割正好是六份 一二三四五六 对吧 那所以六份的面积是一 一份的面积呢 是六分之一 那整个的面积呢 每个单个的面积是六分之一 整个的面积就是六分之四十九 是吧 再搞定一下 说在这个地方 ASB ASB 这个三角形 它的长是整个的长度的七分之四 它的长是整个长度的七分之三 用上了描头定理 那整个的面积呢 它的面积就是整个的七分之三 乘以七分之四 七分之三 乘以七分之四 等于四十九分之十二 因为我们是咱们五大模型之首 呃 鸟头模型 对吧 鸟头模型 这个部分的面积是整个的四十九分之十二 所以这儿 一次发现一模一样 旋转最衬 周围这三块 只要分一块出来 另两块都有了 周围这三块 每块都是整个面积的四十九分之十二 那中间还剩下说好呢 还剩整个面积的四十九分之十三 是吧 所以 占整个面积的四十九分之十三 但实际的数据呢 可并不是四十九分之十三 为什么 因为整个的面积是六分之四十九 它在其中的四十九分之十三 很巧妙的就能把四十九 共同的这个数 约掉 约分完成之后 剩下的中间的面积 原来只占六分之十三 如果这二批同学们 纯用咱们三角形分割的方法 也能很巧的求出来 你把它分成四十九个 这么大点的小三角形 你发现正好整个是四十九个 而它只占其中的十三个 所以 每个三角形的面积是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乘以十三 答案等于六分之十三 而至于图形分割的办法 留给同学们自行解决 来 这段题最大的启发 就在于看到的正六边形 咱们只能想到正多边形的出现 在小时阶段 正六边形正五边形正七边形 这种多边形的出现 往往是割补法 扩展法的前兆 就是把它分割 割成 无数个一样大的 小基本图形 咱们这些小基本图形 去拼 那块让你求的面积 你说出看 它可以分成 这个让你求的阴影 可以分成几块 答案就是几块的面积 很简单 对吧 好 看完这段小题 再回来本节课的最后一题